日傳媒主席黎智英、行政總裁張劍雄等日傳媒高層 日前因涉嫌違反國安法及村謀欺詐等罪被警方逮捕 但連日來,日傳媒股價出現大幅異動 今週一早上,黎智英被警方拘捕後,股價開始忽然飆升 短短2個交易日內飆升11.2倍 日傳媒由先股變身蚊股,股價由最低時7.5元升至1.96元高位 高層管理人員被捕後,日傳媒為何不停牌? 是否有勢力造市抬高股價?背後有甚麼驚人內幕? 日傳媒自2016年連續5年錄得虧損 一隻缺乏業績基本面支持的先股 卻突然受到資金大惡熱烈追捧 今週二,日傳媒成交額高達42億元 僅次於騰訊、美團點平等熱門科網股,交投樑排名第三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傳媒股本26億股,街貨只有7.58億股 但全日成交就有街貨量的5.4倍,有40.86億股 市場普遍認為,當成交量大過發行量已經屬於不尋常交易 值得關注的是,這42億成交中,有三分之一屬於大額成交 金額高達十幾億港元,有傳聞指有台灣資金入場掃貨 亦有傳一傳媒股價波動和黑暴組織有關 究竟是否空越來風呢? 這巨大和頻繁的交投是炒家玩弄財技 還是有可野資金造市操控股價進行不可告人的勾當呢?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黎智英和他太太是一傳媒第一大股東 持股超過七成,集團四位高層同時牽涉刑事案件被捕 一傳媒不用停牌,股價卻不跌反升 過去有不少例子,上市公司的管理曾傳出醜聞 都對股價造成負面的影響,人人被知唯恐不及 但今次一傳媒卻引來莊家大額下注,實在有為市場原理 翻查資料,現行停牌機制中,規定若公司出現有人故意進行市場操縱活動 導致股票價格或交投糧出現不尋常波動 可以由證監會、港交所或上市公司提出停牌,維持市場公平操作 而以往亦有先例,2017年12月廉政公署調查康運環球 公司當名高層被捕,康運環球宣布停牌 證監會今次只是發聲明提醒投資者要審慎 未有採取勒令停牌等行動,這樣跟進工作力度是否足夠呢?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